大家注意看 把普普通通的大蒜 用叉子插到中间 放到火上 简单给它烤一烤 没想到作用这么厉害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传统做法 解决了很多家庭的问题和烦恼 今天呢 就把老一辈人留下的这个做法奉献给大家 下面这视频先来了解一下吧 我们先准备一半大蒜 不用去皮 不管用紫蒜还是白皮蒜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 我们再用叉子插到我们的大蒜 头上面使勤给它插一下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灶台上 我们开火把火呢调到中火 千万不要大火 然后呢 把插好的大蒜 在煤气灶上面给它烤一烤 在烤制的过程中 也得让我给它转动一下 把我们大蒜表皮都要给它烧透 把它们全部烧至发黑 没有一点的白色的表皮 一定要来回的转动 这样呢 受热才能均匀 烧的才能不错 我们可以看到 慢慢的 白色的皮都已经被烧成黑色了 把大蒜呢 我们在火上 给它烧至 一两分钟 全部烧至变黑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烧好的大蒜 放凉以后 把它放到菜板上 然后呢 我们把它们 一个一个的都掰下来 再把它的外表皮 给它剥掉 剥好的蒜 我们放入到碗中 然后我们再加入一点点的食盐 用勺子给它搅拌搅拌 这样就可以开吃了 烤完的大蒜 加入食盐 在吃的时候啊 没有那么的辛辣 吃的还非常的香 也非常的酥脆 您别看这个方法 食材 非常的简单 其实它里边 包含了老一辈人的智慧 与结晶 解决了更多家庭的问题 这次的朋友 打到评论区 让大家 都知道 今天老一辈 留下的这个方法 就分享大家了 非常的实用 赶紧收藏起来 再加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